怀孕妃子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 拔出长枪独自面对身后的追兵 不料就在撤退时 小腿竟不胜重剑 直接掉入了零下三十度的河中 就在她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 一双有力的大手将她拖出了水面 此刻她还不知道自己怀有身孕 强忍着不适 继续行走在冰天雪地中 夏淼一世的一句话 让她彻底陷入了自责 夫人是否知道自己曾经怀孕 曾经怀孕 嗯 什么意思 回想起当初身体给出的明显信号 丽华此事无比后悟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 刘秀为奇异带着丽华行军 一路上风雪交加风餐露宿 丽华更是同军中的汉子一样 从不抱怨一句 深夜两人抱在一起相互取暖 丽华却突然觉得胸口一阵恶心 你该不是怀孕了吧 不得不说刘秀直接真相了 可丽华却并没有在意 急忙解释自己只是因为太累了 见妻子跟着自己受苦 刘秀心中也不是滋味 心中发誓为了丽华早日成就大业 次日一早众人再次上路 等他们来到湖托河畔 发现河面已经结冰了 正当众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冰面上时 身后数千敌军竟再次追来 眼看冰面已经开始裂缝 为了阻断敌军 丽华一把推开了刘秀 随后犹如冰雪中矫健的飞燕 拿起长江划向河面中央准备迎战 由于敌军数量太多 丽华只能冒险将冰面砸开 数百敌军纷纷坠入冰河 剑成功阻断了追兵 丽华立刻转身撤离 不曾想无数的弓箭手里做好了准备 剑使命中丽华的小土 让他无奈悬挂在冰川之上 眼看支撑不住 丽华深深地看了丈夫一眼 随后便跌落在了河中 丽华 快出 丽华 就在丽华即将失去知觉的时候 刘秀将他拖出了水面 一行人总算是惊险地渡过了冰河 等找到歇角的地方 刘秀立马为丽华请来了最好的医师 也在这时 丽华才知道自己竟失去了海的 夫人之前曾追兵河 可有出血成章 是 是有 原来丽华内伤严重 并没有将那点出血量放在心上 医师闻言也十分可惜 可如今除了身体的状况 还有就是丽华的腿伤十分严重 需要好好休养 丽华闻言紧张不已 她还要跟随丈夫一同出征 便拜托医师一定要治好土 等医师要去熬药时 丽华再次叫住了她 嘴中的话吞吞吐吐 不敢问出口 看出了丽华的难言之意 医师立刻表示丽华还有要孩子的机构 这才让丽华松了一口气 为了不让刘秀担心 丽华决定默默承受这一切 抱住丈夫偷偷留下了眼泪 这边刘秀终于找到了追随者 一路视如破竹杀了回去 但若想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 这些兵马还远远不够 他们便想拉拢真定王 借助他的十万兵力来抢夺天下 真定王听说此事倒是有意合作 前提就是要让刘秀赢取自己唯一的侄女郭山桶 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军中 刘秀得知后直接当场拒绝 一想到丽华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刘秀说什么也不能再去 但下属却劝慰他要拳风力比 用一场联姻便可获得十万兵马相中 实在是一场划算的买卖 谁知刘秀却迟迟不松口 这边丽华的腿伤不见好准 无奈医师决定下拥药 虽是良方但过程却会很痛苦 医师也担忧一个女子是否可以承受 谁知丽华却不在意的一笑 她一定要治好腿伤 继续跟随丈夫行军 就这样丽华连干了三碗汤药 痛苦地倒在一旁独自承受弯心之痛 殊不知刘秀要娶妻的事情 很快就闹得人尽皆知 为了在第一时间知道丈夫的想法 丽华不顾腿伤来到军营外偷听 听到丈夫毫不犹豫地拒绝联姻 丽华这才欣慰了一些 觉得自己受的那些苦都没有白费 丽华陪刘秀一路走来受尽罗难 如今受伤才无法跟随左右 军中有些将领并不知道丽华的身份 当场和他顶撞起来 表示若不能拉拢真定王 那便会父辈受敌处于危难 为了不让丽华受委屈 刘秀当场表示自己娶妻丽华早已满了 随后带着他离开的此地 可身为刘秀的好兄弟逢你 却不愿他前功尽弃 他趁着刘秀又被重将士围着劝谏联姻时 主动找到丽华一进门他就拔剑相向 丽华被冯毅这一举动弄得一脸蒙 冯毅却为丽华分析力比 如今刘秀娶一人便可拥有十万大局 但他却为了丽华执意不可 若是这样迟早会和真定王兵荣相见 即使他们的爱情可以感动上天 那到时也会失了人心 再无人忠心跟随 既然你的事事为了着想 我劝你还是大动一些 想到要和别的女子共享丈夫 丽华瞬间气不成声 可为了大局他必须妥协 随后丽华痛苦地来到众将士面前 让他们不必再劝 他已同意让刘秀前去提亲 丽华的牺牲让刘秀惭愧不已 他趁着月色找到丽华 提出归隐田园去过平凡的生活 但丽华却劝他以大局为重 如今起义到了关键时刻 万万不能放弃 看着如此大度的丽华 刘秀只能紧紧抱住他 不管到了哪里 我永远永远 都是那个最爱你的丽华 两人最终也无法只为自己了 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 吉日后 刘秀不情愿地踏上了提亲的路 谁知等他顺利抵达了真定王府 却发现对方已经准备好了结婚的所有事 打算让刘秀当天就把婚礼办了 此刻刘秀算是欺虎难下 只能低声询问身旁的将士 胡闹 唯一取利华为妻 即便在赢取郭氏也是为妻 原来是将士私下答应了真定王娶妻的要求 若是这事反悔 恐怕对方也会当场翻脸 权衡再三 刘秀最终硬着头皮接受了这门心事 看着婚宴上热闹的场景 刘秀却没有一丝欣喜 反而眼眶红润 对利华的愧疚更加深了 事到如今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局面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洞房花竹时 装作鸣顶大罪的模样 来躲避对方的出口 而刘秀不知道的是 利华早就留下了一纸修书 在侍卫的陪伴下离开了河北 为了尽早治好囤积 利华即使留宿在荒郊野外 还是喝下了最后一副药性最强的药 但也因此口吐鲜血 死死忍受着剧痛 自从刘秀有了真定王这个猪 便决定一起北上讨伐敌军 这也让他有机会日日躲在书房 以处理军事为由 来躲避新婚妻子郭山头 郭氏得知此事立刻找来了刘秀 话里话外表示 自己想要早日抱孙子的愿望 眼看不能再拖下去 刘秀只能无奈答应下来 随后如同行尸走肉般地来到房间 毫不怜惜地俯上了郭山头的肩膀 在心中对利华说了声对不起 深夜郭山头满脸笑意地躺在床上 利华 听到丈夫嘴中叫着其他女人的名字 郭山头的心顿事降到了冰底 她当即找到母亲郭氏 询问利华的身份 郭氏闻言以为是刘秀跟女儿说了什么 还想找个说辞隐瞒过去 郭氏闻言当场让女儿放宽心 表示刘秀的妻子只有她一个 郭山头这才明白 她不过是母亲和舅父眼中的妻子 竟将自己嫁给了一个 心里装着别的女子的男人 丝毫不顾自己是否幸福 一想到丈夫的心不在自己这 郭山头又燃起了斗志 我还比不过一个英里话吗 她只不过是比我早一年嫁给夫君罢了 只不过一年 郭山头不禁在心中暗暗发誓 她会凭借自己的本事赢得夫君的心 与此同时 刘秀率领将士势如破竹 最终定督洛阳登基为帝 在自己原生顶峰的时刻 刘秀多想此刻丽华能在自己身边 等完成仪式 刘秀立刻找到亲信大臣 朕打算把丽华接吻 冯义不禁询问 等丽华进宫该如何安置她 如今局势初步稳定 郭氏身边又有豪强支持 千万不能因为后宫的事 搞得朝堂不稳 谁知皇上却长叹一声 他如今最担心的不是朝堂部 而是以丽华的性子不愿进宫 这边郭山头也到达了洛阳 可等他来到皇宫之后 才发现刘秀为他安排的请宫 并不是象征皇后身份的长丘宫 而是普通妃子的宫殿 这下郭氏立马意识到 刘秀这么做就是想把长丘宫留给丽华 眼看阻止不了丽华回宫 卧室便让女儿主动向刘秀提出接回丽华 这样不仅可以彰显大度 还能让刘秀觉得她善解人意 随后郭山头便主动找到刘秀 提出早日接丽华回宫 倘若姐姐来了 我一定会以礼待之 刘秀文言果然觉得郭山头十分贤惠 但让郭山头没想到的是 刘秀早就已经付诸行动派人去接了 与此同时 丽华的家中已经坐满了说客 劝为丽华前往洛阳跟刘秀团聚 可丽华却以腿急发作为由推托 只因她始终不能释怀刘秀另取他人的事 是 她是娶了郭山头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在文书心里 你才是她真正的妻子 你真的就忍心不再见她了 她不仅是你的丈夫 更不是你的亲人 架不住一波又一波的劝说 丽华独自坐在房间思虑起来 不禁想起了两人少时的承诺 你要是能当天子的话 那我倒是愿意担当皇后 再度回忆起跟刘秀从小到大的温馨往事 丽华最终决定回洛阳与刘秀相聚 次日丽华身穿华服 心情复杂的一步步走向大殿 波山头在后殿看到这一幕 立刻产生了危机感 发誓一定要比过丽华 这边丽华绝着腿走到殿上 看着高座上曾经的夫君 丽华也只能颤颤巍巍的跪地行你 即日即 封殷姬为贵人 赐居西宫 丽华不可置信的抬头望去 没想到自己跟随刘秀受尽磨难 只换得了如今的名分 随即讽刺地询问 陛下 贵人挤蛋年风 刘秀知道丽华在责怪自己 当即比退了朝堂所有的大臣 随后再也忍不住上前将人扶起 可丽华的心早已被伤透 躲过了刘秀伸出的手 当即就要转身离开 刘秀见状立刻拦住丽华 却被他不小心打掉了免官 丽华 丽华你是我的妻子 你是我刘秀的妻子 就这样丽华暂时留在了皇宫 看着偌大的宫殿 丽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 再次跪地恳请 当刘秀看在自己浑身病痛的份上 放他离开 陛下有后宫家丽三千 何苦非要为难我一个卑贱的贵人 刘秀不明白为何丽华总是揪着不放 解释自己迎娶郭氏是被逼无奈 将来也不会有家丽三千 刘秀请求丽华能相信自己 在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妻子 那就是跟自己出生入死的丽华 听到刘秀的承诺 丽华便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随后刘秀带着丽华出席祭祀大殿 郭山童见状故意装作大肚的母娘 上前和丽华打招呼 这使郭山童的哥哥郭康 抱着小皇子出现 想要故意刺激丽华 好在弟弟殷星及时打断 这才令丽华转移了注意 离他站在一旁闲聊起来 刘秀亲自扶着丽华离开 这让郭山童开始吃起醋来 等回到宫中 郭氏立刻劝慰女儿不必担心 若是刘秀想要坐稳朝堂 就必须要依仗郭家背后的事 也势必会立郭家的女儿为侯 可郭山童却不在意后卫 她想要的只有刘秀的心 如果你不保住你的位置 就留不住她的心 郭山童文言顿时一震 发誓不但要得到刘秀的心 也要成为她唯一的皇后 郭山童会想出哪些办法对付令华吧 后宫中还会发生哪些故事 关注八两夏季更精彩 中文字幕提供